好 直播持續為您守候在陳大醫院 那在這次圍觀金融大樓裡面 被卡住超過55小時的傷患 李宗典 那他剛剛在2點45分 他的膝上截肢手術是已經完成了 那他現在仍是在加護病房裡面 仍是清醒的 但現在仍在休養當中 我們來聽聽院方怎麼說 李宗典先生他 一點進到這個開導房 那我們做了緊急的 做小腿的截肢 大概在2點45分結束 現在是轉到這個加護病房去 李先生的整個的意識狀態是清楚 然後這個 證明現象是穩定 那我們現在持續在這個 加護病房觀察治療中 接到這個左膝椅上 左膝椅上 他目前就是有醒過來了嗎 對 現在目前這個 意識狀態清楚 生命症狀穩定 旁邊正有這個表姐在陪伴當中 可以聽到的院方是表示 目前是只有李宗典的表姐陪在身邊 就是因為他們一家八口當中 現在還有三個人生死未捕 那四個人是已經確定罹難 那當中也包括李宗典的女朋友 那據老姐這次李宗典的傷勢的 壓砸傷大部分都在於兩隻雙腳 那康康他的左腳是已經截肢了 那右腳院方目前評估 是目前是沒有截肢的必要 那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再把鏡頭轉換給棚內 這次李宗典了